Hello 大家好 我是V太 今次跟大家去泰國 來了這兩間很值得大家去打卡 以及去吃東西的地方 一個是環境非常優美 另一個吃自助餐的泡妃率完全沒得輸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下收看以下的片段 一會見 這裏是Bubble in the Forest 是在曼谷討論區 討論度是最高的一間網紅的咖啡廳 是否見到很多水池上的木棧道呢 湖畔裏面有小船的用餐區 還有遠眺整個園區的二樓露台 這裏全部的設計都可以給你打卡 我們由酒店坐車過來都要差不多一個小時 登記了之後就入到來了 至於怎樣預約呢 片尾會告訴大家 看看周圍的環境 你覺得像不像來了西外桃源 我會提議大家過來的時候 就不要想著其他什麼交通工具 一於叫一下Grab 或者Bull 講緊都是七八十元港幣 你就會到了 一個小時車程 好 看看周圍的環境 接著要介紹的就是這裏 是兩層高的木造房屋 其實它叫做Building 上去的景觀美得不得了 整個環境你都盡入眼簾 而這個網廠幾乎每個人上來 都搶著在這裏拍照 看看多高 多美 在這裏拍照真是一流 我真的不想妨礙大家 不如大家自己慢慢看看吧 感受一下 我們坐的地方叫做Swing 除了真的有一個Swing 給你玩之外 就是坐在那裏吃東西的 周圍的環境都很舒適 HELLO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叫Swing 我們就準備點食物 這間相對真的很便宜 飲品都是八幾匹 你看看這些 這個是荔枝梳打 只是 89匹 即是二十多元 超便宜 比旅遊區便宜 現在只是三十元也不用 另外這一杯是特色飲品 這杯就叫做Ice Flores 也是要自己加這個梳打水 其實你看看它真的很漂亮 這裡的花 也是紫紫色的花 我最喜歡的 有塊檸檬 混合梳打水 現在這麼熱 冬天都三十多度 在泰國喝這杯確實不錯 這杯應該是糖水 而且應該是變色的 看看 有溫泉花 你看裡面有多少花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煎鵪鶉蛋 剛才我已經掃出來 因為它是相當熱的 哇 這樣就要加油 少少 然後打一隻鵪鶉蛋 這個差不多熟了 蓋上蓋子很搞笑 我覺得很有趣 還有一些pepper sauce 總共有兩碗鵪鶉蛋 旁邊的就是地道蝦餅 聽到滾滾聲 這邊加了少許油 不如我先打這隻蛋進去 期間其實我們點了幾個酵 但都忘了拍給大家看 最後就玩了鞦韆 那就差不多要走了 我們足足在這裡玩了差不多三個小時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室內的地方是有冷氣的 如果大家需要都可以過來這裡喝杯東西 我差不多來到尾聲 就想做一個總結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來這裡的話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它的優點和缺點 它的優點當然是一個打卡的地方 如果你來到泰國 你告訴別人你沒有來過這裡 就好像差點這樣 這裡真的很適合大家去拍照打卡 還有這些swing 坐在這裡是舒服的 它都分三個 有一個我們剛才坐在高台的位置 我就勸大家不要坐在上面 拍照是漂亮的 但是上面因為很多人出出入入 根本你就沒有心急去吃東西 另外後面有一邊 都是有冷氣的地方 但如果坐進去的話 其實你又看不到外面的景觀 當然坐在這裡大家會覺得很熱 也有點熱 但它有一把風扇給你 都可以慢慢享受一下 這些是它的優點 而且吃東西的價錢也算便宜 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這裡如果你要真的預約的話 記住要上他們的Facebook Facebook裡面有個Line 你可以直接聯絡它 因為它需要600匹的Deposit 你才可以下到預約 因為一定要用泰幣 即是用泰幣 所以你一定要敷它的Line 它會教你怎樣做 下了Deposit之後 就準時來吧 你要早15分鐘它的安排位 如果你遲到的話 就由頭排過 如果你不打算預約的話 那你就大件事了 因為這裡你進來之後 它是沒有限時的 早上開10點到晚上7點 你可以由10點到7點都可以 即是說你walk in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預約的話 有機會要等很多個小時 那我就說完它的優點和缺點 如果有時間就可以過來這裡玩一下 然後來到夜晚 這個厲害了 泰國曼谷的泡妃天花版 它叫做Copper Beyond 泡妃 每一個人吃完之後 都會覺得驚為天人 而我都不例外 它成為了最頂級的泡妃自助餐 吃到飽為止 不過來這裡一定要早15至30分鐘 要排隊登記 然後進來這裡非常之大 非常之多工作人員 而且非常之有禮貌 這裡的泡妃大約港幣400元 但CP值相當之高 你看到很多菜式 沒錯 是任你挑選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號碼 然後來到這個counter 叫做Order Here 你把號碼說回來 它就會幫你寫下 然後就會送上來 你看我們 整桌都是 這裡出色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北海道的干貝和牛蒜麵 比臉更大的手握壽司 還有生蠔、甜品和牛 簡直是在吃快餐 還有一個主菜 是我們選擇了龍蝦 每人有一個主菜 之後就任你吃什麼 真的吃到你飽 這裡已經被香港人 以為最強人氣的泡妃 記住來曼谷一定要選這裡 這個就像臉這麼大的手握壽司 怎樣吃呢?告訴你吧 就是把這塊像臉這麼大的和牛 慢慢捲 捲到中間白色的就是飯 這樣就變成了手握壽司 而它的甜品或者主菜都相當出色 而我很喜歡喝這個黑松露的湯 很好味道 基本上每一樣東西我都非常滿意 至於這裡怎樣訂位 你們就自己可以進去官網 在line裡面訂位 記住我們吃這個泡妃 是要全數給了錢 訂好時間和日期人數 來到不要改 因為真的沒辦法給你再加多個位 好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片 來到曼谷 不妨來這兩個地方享受 多謝大家收看VTi Channel 下次見 大家記得讚好、分享、留言 和免費訂閱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